文化局局長吳慧明 和百多個市民交流對文化局的意見 有市民期望局方明確表明 未來的文化政策發展方向 在交流會上 不少家發言者都質疑當局 在文化方面的投入以及相關政策 其中有演藝學院屆學生家長投訴 校舍硬件不足 設施方面實在太差 小孩子的骨都跌得裂了 課身又不夠 也有學者指出 本路現時的文化政策分散 一個40萬個城市 幾個圖書館軍 兩個單位館 還有那些博物館納 全部拆開了 資源都沒有買集中的 很漏笑 有藝術工作者就說 在發展藝術事業的時候 遇到不同阻礙 你有甚麼辦法 我講辦法 因為是你一定要負責 但你最有火力的炮嵐的情況 你看 你有甚麼可以告訴我們 為何我們要打這場仗 文化局局長吳慧明就說 很多支持創意產業的政策 仍然都是起步階段 加上在資金 不算太充裕的情況之下 只好一步一步去發展 他又透露計劃會在新城填海區 設立一系列的文化場館 而短期內會和何族崇義堂合作 在池塘設小型電影院 又會在戀內行設立分族展示館 期望將更加多的文化氣息 滲入舊區 澳門電視台記者 和何族崇義堂合作